大家好,我又是Sherry,又是我 今天星期二,又是美一世 就是講題目,大家可以看看 脫毛如何脫才好 我想這個是女生的專利 其實我想說,在我很小時候 接觸這件事,其實已經有男生脫毛了 不過他們很多時脫是脫臉 有些人生得很厲害的 好像別人的交通片,或者很多鬍根 其實有些男生也要脫 因為脫了之後,感覺的耳容真的好些 所以我覺得脫毛除了我們女生是因為貪美、好看些之外 其實有時候,樣子給人的感覺會不會整齊一些 還有有時候,穿衣服會不會方便一些 特別是我們夏天一定會經常露下手臂 然後又露多一點,不知道什麼地方 就很怕有些毛毛影響了感覺 大家應該都不陌生,就是以下這些圖 有一至十二個地方 這個就展示了女生這樣 但其實男生也真的有機會會脫 我聽過有什麼地方令大家很煩惱很苦惱的呢? 大家也可以留言告訴我 說一下如果有毛毛的話,你覺得最苦惱是什麼地方? 其實現在展示出來的地方,很多人都感到很苦惱的 特別我想第一,腋下是最多人覺得很需要去處理的 還有腳這些位置都是比較多人去處理的 而我自己做婚禮的,大家也知道我做婚紗 最多新娘子要脫的地方就是背部 上半部分 可以脫上半部分和脫頸 是有這件事的 如果我弄統一點去說 脫毛有三個方向的 一是表面脫毛髮 第二是連根拔起髮 第三是光學的脫毛髮 這三件事,我想大家都知道 我逐樣都會去介紹一點 大家也可以想想 如果你真的有毛毛的煩惱 你會用什麼方法呢? 這就是最基本最便宜的方法 還有最有效見到效果的方法 就是剃毛 剃毛是你一剃就完成了 還有剃毛刀很容易就買到 基本上大家也不要想著 就這樣剃就是了 記得剃之前真的要清潔乾淨 還有重點是一定要用滋潤的東西 去保護你的皮膚 因為你這樣看很容易刮到皮膚的表面會乾燥 乾燥就很容易有其他問題出現了 你看到我都展示了一個圖 就是右手邊的圖 右下角 你看到很恐怖 這是什麼? 其實我想如果有剃毛 都可能會出現過 就是這個倒生的情況 不單是剃毛 可能你用待會說的方法都會有機會倒生 問題就是有時候我們剃脫的時候 我們的方向 就是我們要順一個方向 如果你不同方向的話 其實它會不知如何生好 那方向的毛毛 它反過來 方向生 有時候會拆到皮膚裡面 你想想 你的毛狼 每個毛狼裡面 有一條黑色的毛毛蟲 其實你怎樣處理呢? 它裡面一定會紅腫 要生暗瘡 還有一些痛 你一定要把它拆出來 所以呢 如果太嚴重的人 其實是要看醫生的 還有如果你是剃膝蓋的位置 就要更加小心 因為不是平的地方 你很容易刮損 這個就是用剃刀不好的地方 這個脫毛膏和剃刀 我想是比剃刀好一點 但是 我想大家都有聽過V字頭的牌子 很喜歡用這個方法 它就是先把乾淨的皮膚 你塗了脫毛膏之後 它的方法是軟化你的毛毛 然後等你用一把 就像剃刀的一剃 就會脫掉 那把剃刀 如果大家知道 是不是尖的 純粹是畫面 一刮就對了 所以其實是最舒服 如果剃刀最快見效 這個脫毛膏是最舒服的方法 不會痛 但是有一件事 它太多化學成分 所以你吸到很大股 很強烈很濃郁的一股味道 而且如果你太頻密去做 亦會容易刺激皮膚,很容易敏感 剛才的方法加上這個方法,其實幾天毛毛也會生長 另外,熱力脫毛,這個比較少聽,我以前也沒有試過 其實剛才第一、第二我也試過 這個熱力我沒有試過,但我了解去找資料 其實這個相對應該是舒服的方法 其實這些所謂的去除表面法就是皮膚表面的毛毛 毛囊中始終還沒處理到 所以很快就會生長出來的情況 這個連根拔起法,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大家可以給我一字我 如果大家有試過,都知道是很痛的 一聽我的名字都知道很痛 這個眉鉗是最簡單的 就是你不需要多買一件東西 你是每條毛去拔 但其實力度等東西要掌握得很好 否則你就可能太大力,又會拔損了 這個方法我覺得是 如果你真的只有幾條毛,你真的不多毛 其實這個方法我覺得是可以的 而且你的毛很幼的話,其實不至於很痛 但是這個拔毛的方法比較好 其實一個月左右才會生出來 所以就算是短一點,長一點 不用整天都在拔 但都是那樣東西,最慘的地方都是很痛的 這個脫毛器我真的有試過 這個簡直就是一個大型的鉗 剛才的眉鉗是小型的 這個是很多個鉗 放在一個脫毛器上面 這個脫毛器呢 其實它一直滾動 然後它一直滾動 然後它一直滾動 然後拔的 總之就是拔毛 它很大範圍地拔 當然這個也有人用 是因為快 而且一次過不用逐條鉗 其實你逐條鉗更慘 如果你多的時候,你就很難搞 這個是大範圍 還有這個和待會說的脫毛蠟子 都是一樣那麼痛 但是當你做一下,滾滾一下的時候 你會習慣了痛楚 那你就會接受了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 我覺得也是指標不治本的方法 但是它也是有整個月的痕跡 整個月 但是呢 是快很多,但是痛很多 這個就是剛剛說的蜜蠟 和脫毛蠟子 相信大家都有聽過 但是未必很多人做過 特別蜜蠟,多數都是在美容院做 還有這個是我沒有做過 但是聽到一些做過的人 真的是很痛的 難以形容的痛 所以你想想,女生真是多貪 為了這些毛毛的問題 真的很願意去做 還有做完一次,很多人都說 沒什麼勇氣再做第二次 它真的塗一些東西在你皮膚上面 然後呢 令到它有些熱力 然後呢 用一些紙塗下去很快地撕 這個是要超快地 把毛毛一次過撕 其實這個也是大範圍的 但是如果你在家裡做的時候 通常會用脫毛蠟子 但是脫毛蠟子就是 你可能要用很多張 因為你是不同的方向要用的 如果你的毛毛是幾個方向 其實你是要用幾張去撕 變了我覺得比較浪費的 而且這個脫毛蠟子相對是貴一點點 如果你想想,又貴又痛 我就不太建議這個了 說到這個光學脫毛法 我相信這個大家最想知道的 就是彩光和激光 其實它的原理呢 都是好的 就是它是透過一些熱力 一些光 它照到你的毛囊裡面 其實我們的毛毛裡面有些黑色素 它照到黑色素裡面 就會吸了你的光 然後它就有熱力 它就將毛囊慢慢脫落 所以它為什麼人們說 做得多呢 就會可以永久 就沒有了 但是這個採光 我現在是好一點的 因為真的它走了一段長的時間 但是始終它過往有很多醫學的問題 譬如看到下面的圖 它有時候真的如果做得不好 它會有些燒傷了 會脫皮、結膠 有些痕的 如果你完全不知道 有得它 它真的會留了疤痕 那我就覺得這件事 大家要很小心去處理 特別如果你剛剛第一次做的時候 真的用一個小的範圍去試 採光和激光的分別 採光是要做多一點才可以的 激光比較永久 其實這個視乎是因為波長的關係 我可以給大家看下一頁 這個就是激光 激光的波長 大家知道是可以的了 主要是七八至九八的波長 相對是比較集中一點 而且很快地去永久性 而且它是深入一點點 去脫掉你的毛囊 但是採光是比較闊的 五百至千二 所以它就比較沒有這麼平均 而且有些… 其實我也有些朋友 或者有些人分享 你可能脫完之後 它會一塊一塊 一塊脫得多一點 一塊脫得少一點 所以採光 我會覺得既然有少許的危險 又不是說很快有效 我覺得未必這麼推介 如果讓我選擇 我也會選擇激光比較永久性 來到這裡 我也想分享一下 如果你真的要去選擇 可以怎樣去選擇這些脫毛方法 如果… 我總結 如果你是一些毛比較不多 我建議你拔 或是拔毛 逐條拔 如果有幾條 因為這個方法比較沒有… 如果用光學是相對危險一點點 這個方法比較簡單 但如果你是大範圍 真的有很多毛毛 我建議極光比較多 因為這個比較永久性 但要注意的是 要找一些… 因為最怕是兩樣東西 就是那部儀器是否受規管 有沒有證明 證書 第二就是 工作人員 是否有醫護底的人員 是否可信任 你一定要找一些信得過的美容院去做 是的 還有要從小的地方去到一個大的地方 千萬不要拼搏 還有有什麼事呢 譬如有些紅腫 正常紅腫都是兩三日而已 應該要去看醫生 如果你繼續不散 隨時要去看 還有如果你是一個很易敏感的人 其實就不建議去做 所以大家要注意這些 這個就是最後一點的提議 如果你脫毛真的要去脫的時候 你就真的要不要經常去曬 如果你經常去曬 去做桑拿 這些很容易令到你的毛囊 會加劇有些敏感的情況 第二就是 如果你脫毛 最好找一些保濕的東西 去經常保護你的皮膚 另外就是不要去游泳 如果你的皮膚本身因為脫毛 如果你的身體是激光彩光 其實都始終是熱力去對你的皮膚 所以很容易有少許灼傷的感覺 如果你再去游泳池 其實會更加加劇 皮膚的情況更差 所以大家要注意 我今天的分享脫毛來到這裡 我知道真的意猶未盡 應該還有很多脫毛的問題 因為現在又出了很多 一些在家的脫毛儀器 其實我自己也覺得挺好的 只不過是因為 真的太短了 所以可能過一段時間 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 這個是重點有推介 HP 我經常都推介 因為我自己也是當中的受得益者 因為自己也是在裡面減過 接下來我們很快 7月份 17日開始 逢星期五的晚上 就開始有HP班 幫助大家不僅 我們的樣子變漂亮 身體變漂亮 整個身體是一個健康全面的 健康管理的工作方 幫助我們整個身體變得健康很多 如果大家不知道可否參加 或者身邊有些朋友 有些興趣想維持 你可以建議他來聽一聽 7月3日晚上 我們都有一個簡介會 可以去介紹這個工作方式做些什麼 遲些我們會發出連結 大家可以發給朋友 另外一個時間是7月11日 星期六 大家可以留意 另外這個 我真的要快點預告給大家知道 因為剛剛定了一個時間 在7月9日和16日 我都會開一個美容班 兩個班都有些關係 如果你要獨立上 也可以 邀請大家 先記下時間 稍後會公佈詳情 7月9日和16日 這裏都是我們的網站 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這是我們的Apps 如果大家想聯繫我們 可以透過這些方法聯繫我們